大家好,我是沙姆大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外婆和九尾白狐的故事 听外婆讲的,她小时候从六岁开始 她就跟着她的奶奶经常往庙里面走 也经常去参加各种庙会 还有当地的一些讲善人书的地方,善人道的地方 那至于她是怎么跟这支九尾白狐结缘的 具体的更深的这种原因的话,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据说外婆讲,就是在她三十几岁的时候 然后她因为我的妈妈不是生病了,得了精神病 然后那个时候她也找不到方法能够解决 所以她就在灶台焚香,就是说求希望能够帮助妈妈 能够把病治好,然后后来妈妈的病也好了 然后她就是说昏睡了几天几夜 然后起来之后她就有那个可以帮着人 可能就是开了阴阳眼,可以帮人看事这样的一个本事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帮助了很多人 帮助了很多人 那后来,我是后来就是说查到呢 她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动物仙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支九尾白狐的她的能力 能够可以达到帮人看事,问事 然后帮人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实际上在东北呢,就叫出马仙 然后在中国南方呢,就叫这个鸡童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就通过动物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帮着人治病呢 这里面的这个因果的问题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呢,不管大家怎么讲 就我们尽量就是说,如果是不管是善缘恶缘 结了这个缘分,我们就,我们大家都把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我们主动带同去做好,去修正道 那因为外婆的不断的坚持 然后她不断的走庙 包括我妈妈后来结婚了之后 然后他们去这个成都的宝光寺 去迎请的这个,请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后来查呢,就是也是有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分灵在的 那我的这个缘分可能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后来在去年就是说我受到这个佛教道教师傅的点话呢 点话之后呢,后来就是通过道教的法师查到了外婆的这个缘分 那好在就是外婆非常的善良 这只九尾白虎也是非常善良 就是一直是就是说发心救人 而且他们从来不贪财 从来不贪财,就是别人随喜 而且据说是当时也是救了很多的这个精神病患者 当地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原因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收了师父点话之后呢 我就积极的就是让妈妈和外婆也跟这个师父佛道的师父结缘 也拜了佛道的师父 然后进一步呢,我们又用这个道教的法师 然后在这个黑老太太的帮助下 因为那个时候现在外婆已经80多岁了 然后他因为他这个身边就感召了很多这个动物的这个灵体 不仅仅是这个这个这个九尾白虎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灵体跟着他 他年纪大了 然后这个动物灵体跟着他呢 也会伤他的洋气 然后后来呢 就是在黑老太太的这个点话下呢 这些其他的这些就是这些动物先 动物这些灵体都去黑老太太那里去修行去了 而且呢就是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 然后外婆呢现在就是诚心念阿弥陀佛 诚心念阿弥陀佛一心求往西方极乐世界 那现在他的九尾白虎也去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师父的点话下 在上界师父的点话下 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地方去修行 那么外婆呢一生求念阿弥陀佛求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结局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分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